这次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的通话 正值物额冲突持续 谈判陷入僵局 以及美国和欧盟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际 而两人会谈的重点则是美国督促印度 要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在会谈的一开始 拜登就强调了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 美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且对俄实施了制裁 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表示谴责俄罗斯 在上周联合国表决暂停了俄罗斯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额 但是印度对此却投了弃权票 而莫迪对乌俄冲突的中立立场 引起了华府的担忧 此外在美国和欧盟国家 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之后 印度却接受了俄罗斯提供的巨额折扣 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 而据悉印度在去年总共从俄罗斯 购买了大约1600万桶的原油 美国表示不希望看到印度增加 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白宫的新闻秘书普萨基在周一表示 拜登明确向莫迪说 增加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而普萨基还表示 美国将会随时协助印度 开辟更多的石油进口渠道 而白宫在周一发表声明说 拜登和莫迪在通话中还强调了作为世界最大民主政体领导人的共同承诺 尊重印太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也开启了美印第四届的二加二部长级对话 新唐记者桃明 美国花府报道 开收 Premier 参考 内容 大家 担好 现在 欧